今天,张老的事儿,给我介绍了个对象,这小伙儿,有车有房又有钱,太好了,哎,就是他吧,过去看看,小哥哥,你好,你好,哎呀,你这声音挺特别的哈,不过就好听,特别有磁性,害羞吧, 哎呀,你可真幽默,哎,对了,你怎么不把脸转过来呢,我这个人啊,确实有点,只有一个缺点,就是没熟,我还没见过什么声音呢,有点不好意思呢,哎呀,没事,咱们见一面啊,就熟了,说不定以后啊,见面的日子还长着呢, 我自我介绍一下吧,我叫孟凡,今年23,单身未婚许多年了,我爱好可广泛了,唱歌,跳舞,蹦跌,我还会做饭呢, 太好了,我妈跟我说就要找一个会做饭的,我介绍一下我吧,我叫冬的,今年25,比你大小岁,我呢,有车,有房,还有存款,我是做金融业务的,电话销售,一个月工资2万名, 哦,这个男的,声音好奇怪啊,哎呀,不过他条件确实,太好了,这都不算缺点,条件好就行了,忍了,哎呀,你这个条件,真是太好了,说实话,我挺喜欢你的,尤其是你这,一口特别顺溜的普通话,和你这熊厚的, 类似熊二的嗓音,太有感染力了,我觉得咱俩特别的合适,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,我问你一个文章,你这可以什么事结婚啊,结婚,你觉得呢, 我感觉,如果你感觉我合适的话,这鞋子就可以取经这儿啊, 现在啊,哎呀,现在不行,我有点饿了,要不咱明天吧, 明天,明天也行,正好,你学队不是饿了吗,我求你去吃青岛大虾, 啊,太好了,我最喜欢吃青岛大虾了,酒吧,酒, 哎,那个什么,我躲着疼,不会牙疼,你这躲着哪吵, 反正就是,躲,你要是等我,我回家吃电院, 马上我就回来,千万别等,马上就回来, 那你快点,我就给整整,不信不信啊,我说几个人游戏, 我攻击一便撩啊, 好